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我写了 也带了 你可不要乱讲 你冷静一点 慢慢想一想 一定可以想起来的 到底是放在哪儿呢 明明就带了 慢慢找 不要慌 好 这学期的成绩单今天好像也要出来了呀 什么 成绩单今天要出来了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恐怖的一天又来了 成绩单要拿回家给家长签名的 完了 你又还没接到成绩单 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以小栗子的表现 成绩一定惨不然赌 你的成绩应该和阿福差不多吧 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的成绩了 哈哈 惨了 小栗子 你只要改掉粗心大意 丢三落四的习惯 就不用担心成绩了 其实你的学习能力很强的 下个学期再继续努力呀 我要担心的是这个学期 我爹跟我娘看到我的成绩之后就完了 你要担心的是先把今天的功课找到吧 对哦 在我找到功课之前 不要跟我聊天了啦 各位同学 大家都拿到这个学期自己的成绩单了 上面的成绩代表了各位这学期的努力 让大家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错 也看看哪里还有待继续加强的 也请各位拿回家去给家长签名 签好名后再交回来给我 要签名 怎么会 小栗子 你要振作一点啊 这 这样子啊 什么啊 怎么可能 小栗子 为什么你数学的成绩会这么高 看来大家都低估了小栗子呢 没错 没错 连我都低估我自己了呢 这张成绩单 我要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签上大名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怎么样 很厉害吧 小栗子 这是你上学以来 我们所收到最好一次的成绩单了 这可是如假包换的哦 娘以前总是对你密切的督促 你都没有放在心上 原来你一直在默默的努力 要给我们那么大的惊喜啊 没想到小栗子能得到那么好的成绩 连爹也不得不佩服你了 所以今天晚上娘要特别为你烧几道你爱吃的菜 好 耶 太棒了 爷爷也有 饭后啊 爷爷带你去市场买糖果 太好了 好久没有买糖果了 那爹呢 好吧好吧 小栗子这次确实表现得太好了 我一定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大大的奖励你 不过现在暂时还没想到呢 哈 爹 你可不准赖皮哦 小栗子 你今天的功课写好了吗 可不要忘记写哦 孩子的娘啊 她现在是好学生 还需要你催吗 哎呀 我都忘了 娘以后不催你了 快 不用催我 不过我今天想先玩 再写功课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小栗子长大了 只要完成分内的事情 怎么安排都可以 没错 小栗子决定的事 大家都会赞同的 那我出去玩咯 嗯 嗯 嗯 好 嗯 嗯 嗯 汤汤 汤 汤 你在干嘛 当然是写功课啊 嗯 嗯 你在写数学啊 是啊 怎么 需要我教你吗 哼 你要教我 可是你的数学比较差啊 那是以前 我现在的成绩那么好 已经超越你了 嗯 嗯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写完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 这题该怎么算吧 我的功课还没写 不过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慢慢帮你算这一题 嗯 你还没写 你不是要写完功课以后才能出来玩吗 我的成绩那么好 什么时候写都一样 我会自己分配时间 嗯 那么好啊 那你家里的人都同意了 我的成绩那么好 我的成绩那么好 我爹娘已经非常信任我了 小栗子现在突飞猛进 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呢 我的成绩那么好 哎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的成绩很好了 你等我五分钟 我就快写完了 那 我可以吃你家的汤包吗 可以啊 我跟你说 我的成绩那么 啊 救命啊 不要再说了 小栗子 我觉得我们小学生学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有作业 有活动跟考试 还有父母 师长以及同学 一天根本还来不及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结束了 小栗子 你说对吗 啊 身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难道你都没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啊 反而感觉更轻松更自在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高兴的样子 我爹 我娘 还有我爷爷都奖励我 所以感觉又愉快又高兴啊 哦 原来你是那种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好成绩的天才新学生 嗯 嘿嘿 应该是吧 小栗子 可以请你过来一下吗 好 方丈 什么事 小栗子 真的很抱歉 方丈 要向你们俩人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啊 这次成绩单的成绩啊 你和他的成绩搞错了 你收到的是他的成绩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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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方丈 那天一时弄错了 这才是你的成绩单 方畅的失误 导致这位同学难过了好久 真是对不起啊 我的成绩那么 好了 小栗子 你的成绩单 别忘了拿回家 请家长签名 别 别走啊 方畅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成绩 跟你聊了这么久好学生话题的我 真是太好笑了 阿 阿溪 回 回来 怎么办 爹 娘 还有爷爷 对了 就跟他们说成绩单如假包换 救命啊 我方畅 你不ай了 这是什么练 给所有做事啊 我心想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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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想想想想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